亲爱的洛福弟兄姊妹们早安 很高兴能够在2022年9月26日早上 与我的家人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28章1到9节 愿神今天早上亲自对我们说话 也愿神的话语在今天早上成为我们所需的力量和帮助 使我们能够活在祂的心意当中 神的话语如下 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 并束缚他说 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你起身往巴赞亚兰去 到了你外祖比土利加利 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 愿全人的神赐福给你 使你生养众多 成为多主 将应许亚伯拉罕的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 使你承受所寄居之地为业 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以撒打发雅各走了 他就往巴赞亚兰去 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 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 以扫见以撒已经给亚各祝福 而且打发他往巴赞亚兰去 在那里娶妻 并且祝福的时候 束缚他 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 又见亚各听从父母的话 往巴赞亚兰去了 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 看不中迦南的女子 便往以斯玛利那里去 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 他是亚伯拉罕儿子以使玛利的女儿 于拜约的妹子 在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看到雅各离家出走 在1到5节我们发现 以扫打发雅各去巴赞亚兰去娶妻 那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丁领是 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 也祝福他要再生养众多成为多主 在最后的第5节 他告诉他说 你必须要去在你母旧的女儿当中 娶一女为妻 在第二个部分看到 以扫为了讨父亲的欢喜 另娶了以时的玛利的女儿 那我们也看见 他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雅各听从了父母的话 往巴赞亚兰 雅各也知道 以扫也知道他父亲以扫 看不中将来女子 所以他就回应了 在他二妻之外 又娶了马哈拉为妻 这是他是亚伯罗汉儿子 以时玛利的女儿 从这段的经文记载 我们可以从以扫和以扫 两兄弟的对比行为 让我们有一些的省思 一 我们要知道父亲的心意 知道是一切行为的基础 知道使我们了解我们的目标 知道也使我们正确的完成我们的任务 不会过犹不及 今天雅各从父亲的丁宁 他知道他父亲的心意 他知道父亲对他人生的伴侣 有一些的耳提面命 也可以说他知道父亲希望他要做什么 如何做 也知道在哪里去做 他知道父亲的心意 也知道父亲非常看重这个心意 所以他慎重的告诉他 要以扫 要雅各去完成 不要做错 多少时候属神的子民也要如此 我们需要知道天父的心意 知道他对我们一生的呼召和使命 因着知道神的心意 使我们可以完成 和他心意的 成为完成和他心意的女儿 如同耶和华对神大卫的评价说 他是一个和神心意的 大卫在年轻时候非常关心神的事情 看重神的事情 亲近神 所以他就能够成为和神心意的人 让我们能够常常借着亲近神 能够正确的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 第二 我们要回应父亲的心意 虽然在这段经文中 我们没有清楚的看见 雅各对父亲以撒的回应 但是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经文了解 雅各没有任何的抱怨或是反抗 他为了父亲的心愿 去他母旧居住之地 以便完成父亲的心愿 在福音书中 才干的比喻是大家耳熟能知的 虽然大家常常把它用来解释 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但是这个比喻也点出 当仆人在主人交托使命之后 是否有回应主人的心愿 去完成所托的任务 当一个仆人虽然知道他主人的期待 可是却不去做 所以他获得的评价是又恶又懒 期盼我们属神的儿女 特别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知道许多道理 也要回应神的心愿 而不是知道却是无动于衷 像以佛所教会的信徒一样 不忍不热 完全没有回应 第三 我们要遵行父亲的心愿 当我们看完雅各的例子之后 在这段经文的后半 创世记的作者也描述了另外一个例子 来提醒我们没有遵行父亲心愿的结果 经文中描述有可能 依嫂也知道也许不知道父亲的心愿 或是知道却不续行 他娶了家人的女子为妻 他却得不到父亲的喜爱 但我个人觉得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因为他的父亲也是因着足复的坚持 而没有娶家人的女子为妻 只是雅各离家寻妻的动作点醒了姨嫂 让她又娶了第三个太太 从这里我们可以行思 我们也可能像姨嫂一样 知道天父的心愿却不去行 圣经告诉我们 听命圣于献祭 顺从圣于公羊的自由 主耶稣也说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使徒约翰也劝慰我们 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让我们遵循神的旨意 神就与我们同在 有了神的同在 软弱就变刚强 黑暗就变光明 有了神的同在 凡事顺利 万事亨同 在中国有一句成语是知行合一 这成语的意思是知道应做的事 而必须去付诸行动 使知道与行动相符 而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 雅各知道父亲的心意 也去回应和完成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虽然在完成父亲的心意当中 雅各经历了许多的艰难 但是父亲的祝福也临到他 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知道神 也能够回应神的基督徒 能成为像大卫一样 合神心意的人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我相信我一生会有你美好的带领 不论情况如何 不论在顺境或是逆境 你总是会保护我 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 合乎你心意的儿女 让我知道你在我身上的心意 也完成你的使命 让你对我的应许得以成就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 赞美主 让我们在清晨 记得这一段话 使我们能在一天的开始 得到属天的能力 使我们在今天 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愿神赐福您 保护您 赐您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